汽车的品牌是很多想买车的朋友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 很多的品牌都慢慢开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大众形象 虽然产品在不断的更新 但是其自身的优势与特点就像是特征一样被保留了下来 比如说日本车的低油耗 欧美车的安全性等等 在品牌之中 德国别克汽车长久以来就凭借着自身的安全性 以及高操作性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但是在外观上却有着些许的不足 但是最近别克汽车的新款军威却霸气换装 不说A6 让自己的面子形象瞬间找了回来 在别克最近的汽车新品中 有很多20万左右价位的车型 设计者往往根据价格的定位 将车的外观设计成了圆润的类型 虽然一样可以吸引到一些人 但是却与自身的霸气血统有些背离 这样的外表能够吸引一些爱车人士的关注和喜爱 除了上述的外星之外 一直以来别克都十分注重汽车的安全性以及操作性 这次也不例外 虽然新车的售价在20万左右 但是人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 是可以被多数人所接受的 而且与同价位的车相比 其自身超强的安全性能更是加分了不少 同时在车的内部设计上也更加人性化 让驾驶者能够充分享受到驾驶的乐趣 同时新车采用了1.5T和2.0T发动机 外加9AT变速箱 为了顺应环保还推出了混动版 不少网友称这次终于扭枪换炮了 汽车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前进 不断将一些科技和新的理念融入其中 每一次新品的发布 不仅仅是商家的一次实力的展示 同时更是为消费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满足消费者的各方面需求